人生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但是無論路途有多遙遠 Will Odell Subaru 都會陪著你 大多故事是由Will Odell Subaru 特約贊助播出 以表揚長者在社會及家庭作出的貢獻 並培育年輕人干懷他們的敬佬萬宴 萬常千首宴 於2月26日假晚錦市MEC Markham Event Center舉行 今年大會以新組合新驚喜筹劃萬宴 當中以三位共同主席中蔡杰燕女士蔡莉娜女士及郭永 觀醫生的表演將全場氣氛推遲告風 與百百位奔客出城晚宴 以行動來表揚長者對社會及家庭的貢獻 並支持萬常會培育生生一代承繼敬佬愛怒的美德 萬常會主席暨會長關永天先生 公項萬常千首宴成功踏入第四年 他感謝今屆囚委會三位共同主席 以全新組合慧萬宴注入新意念 令大家耳目一生 他說衷心感謝各界線長、公司機構及社團的支持愛護 令萬宴得意順利舉行 萬常會將繼續秉承父老持幼的忠使 並配合社區的發展需要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今晚我們先首演是提倡敬佬和年青人 不是一個主要的籌款活動 主要的目的都是讓我們的長者 可以就好我們年青人的一切活動 讓他們多些尊敬 萬常會今年會開始見聶志民先生的萬常國 萬常國是一個特別的長者 居住的地方有醫療服務的 我們除了聶志民先生之外 還在這裡繼續做其他籌備 希望可以迎接長者的大量日後的需求 籌委會共同主席郭永冠醫生及蔡莉娜女士 衷心感謝各界的愛護和支持 並表示萬常千手以乃自力宣揚 敬佬尊嚴的中華文化 培育年輕人身體力行 發揚老不老以及人之老的傳統理念活動 我們十分感謝萬常青年團的恩勤服務 和義工的傾力演出 特別名謝匯豐銀行一眾職員的善心參與 他們在白忙中秋空為晚宴排練演出 更安排財神派利士非常難得 人生是一個很長的旅程 但是無論路途有多遙遠 Wilodell Subaru都會陪著你 我是Elaine Jones 今次是一位的共同主席 很高興今次有這樣的機會 幫萬常做事 萬常今次的千手宴是非常之成功 我希望今天可以令到很多老人家開心 亦都很多見到青年他們的青年團幫助老人家 他們這個扶老持有這個宗旨 希望一直可以延落下去 會場裏面有很多的慈善小型拍賣 希望今天我們可以籌到更多的善款 可以幫助老人家 節目方面亦都是 今晚有個神秘的節目 就是我們三個共同主席表演的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一如去年,著名電台節目主持人何志宏 聯同孟常角活動部主任Yasmine Rezek 義務擔任大會之宜 兩位風趣幽默令笑聲掌聲響片全場 晚會並為三代同台家庭拍攝留念 並設有小型慈善拍賣及曾運大抽獎 同時專為獎者而設的 數算黃金歲月遊戲 由現場最年長的兩位老人家獲得 蔓延於歡樂笑聲中圓滿結束 歸家老友都盡興而歸 千手宴其實歷史悠久 自清朝已經搞了千手宴 我們最主要的目標就是敬佬 表揚他們以前對社會的貢獻 其實這次正式的主角是老人家 我們其實沒有特別邀請一些政要來的 但是我們都有幾位 今晚有幾位議員會來的 萬常會都有很多節目的 我們就連年都有很多不同的安排很多活動 將會來的就是我們每年一次的母親節 萬常義跑中春花 在母親節我們就有一個義跑和義行 大家可以在春天活動一下筋骨 在同一時間我們可以籌到這款 幫助萬常營運的經費 感謝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們下期再見 大多故事是由烏魯貝爾SUPERRU特約贊助播出